平凡不平凡是一个考虑 另外是什么 幸福感 你要不要那种幸福感 幸福感有时候对你伤害的 比方说你们见过了帕穆克 他那时候跟他前妻 因为他离婚了 男女朋友的时候 他前妻 这是他当时女朋友 不晓得结婚了没 在美国读博士 他跟着去 后来他说什么 他们住在一起 好像过着像夫妻生活这样的情况 他说他是几乎是他生活里面 创作生活里面最痛苦的一段时间 为什么 不是不快乐 是最太快乐 太幸福了 太高兴的说什么也写不出来 对 他说他是这样描述的 他说他幸福的这种爱情 婚姻生活完全妨碍了我的创作灵感 那最后他的应对是怎么样 在家附近 那是后来 他刚没有钱去找一个写作师 他怎么样 每天早上还是穿好衣服出门 出门干什么 走15分钟的路 然后再捞回来 再走回来 他让自己感觉 他不是生活跟写作 都在同一个空间 其实是同一个空间 可是他走了这样半个钟头 他就自我安慰 自我催眠 好像环境变了 环境变了 好像环境变了 好像去了上班 去了工作室来写作 所以有时候太幸福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是个作家 他有平台可以去说他的感受 那他老婆有没有平台说他的感受 我没注意他 因为对啊 你像那个沃尔夫很多年以前 就说女人要有一间 自己的房子 对吧 就你自己的房间 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我到现在还是有些困惑的 就是其实你分不分的清 什么是寂寞 什么是自由 就有时候你觉得你想要一个人陪伴 你觉得你是你失去的 你想消灭掉的那个东西是寂寞 结果你失去的是自由 其实他是在一起 我给你们这个大胆的披露一个丑闻 不是我的吧 不叫丑闻 但是就是我提供一个标本 你们可以帮我分析 我知道这个孤独和寂寞这个词 但你信不信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可能有病 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空虚 所以呢 我老把自己填满 就是鲁玉问我你在家干什么 我说我忙 我忙得不得了啊 我就 我可以两个星期不下楼 但是我可不是空 我没觉得孤独啊 我每天的事情啊 你看每天很烦的 就你早上起来还得吃早餐 对吧 然后呢 你吃早餐 你一会儿要看看这个画 一会儿要得看看那个书 还有那么多集的那个英剧 美剧 中国电视剧 都储存的 看不完 还得准备圆桌派 然后每天必须要走一个小时跑步机 就这个 我你知道吗 我可真是 还得洗澡啊 没错 还得洗澡 还得喘气呢 还得喘气 就是 我就是 真棒 以至于 独居会有问题的 独居会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跟你讲 有意思 我要是 我可以一个月就不见人 但是不见人 有时候会到什么呢 比如说 我到隔壁的好朋友家去串门 来来来来 家里几个朋友 来来来吧 这个 我出门的时候啊 会有这种脸红心跳的感觉 对吧 三点动人 虽然就是去朋友邻居家 但是因为太长时间没出去 又想着那还有几个朋友嘛 要见人了 你知道吗 会有点小兴奋 这 就是 好久没有闻见人味 那闻到你说 我这个是什么病例 这不叫病吧 就是但是你看 不不不 周围人都 很多很多的人都在讲 孤独啊 寂寞啊 好像是 不是 我们讲那个孤独 还不是说一个人觉得闷啊 没事做 或者觉得自己 没有办这种孤独感 孤独感不一定是 孤独感有时候是什么 是明显意识到自己 是一个人的状态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小时候 第一次体会到孤独 恰恰不是因为自己是一个人 是因为在人海之中 我骑着车 在 有一天放完架 回学校的路上 骑着车 看到身边很多车 很多人 经过了一些同学 忽然之间 我好像意识离开了身体 在后脑勺 看见自己 我其实跟这些人 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就是一个人 你看见了我 对 我看见了我自己 那一刻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很多城市青年有共鸣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他们的一个定义 就是叫 说我为什么老觉得寂寞呢 寂寞就是啊 周围全是人 甚至周围全是熟人 是同学 是朋友 可是我仍然觉得很寂寞 我仍然觉得 我是自己一个人 这叫孤独和寂寞 这是其中一个 他们的定义 那个泰格尔的诗嘛 他说什么 那个怎么说的 走上街头 意思说 这个这个 就是人朝人海 但没有爱着 没有什么 没有没有爱着 就是街上全是人吧 就那个感觉 但没有爱着 他是这样来形容 那就是共通的嘛 中国老话不是说嘛 相师们天下 知子无一人嘛 知交又解人 对啊 你都会面对这种情况 但是问题是我 并不觉得那是一个那种 觉得没有人了解啊 没有人知心啊 而是你只是意识到自己是 是一个个体 其实很多人 你们都说到非常抽象了 实际上现在很多年轻人独居 是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离开了自己的根 他没有家人住在一起啊 他是北漂也好 什么互漂也好 对对对 他其实是没有 他周围没有人 你这特别好 你帮我把这个话题又转回来了 我刚才讲啊 就是那是极少数的 极少数的咱不管 别管意思 对对对 别管意思 让他们 让他们孤独去吧 我说的是 极大多数人是什么呢 就是说实际上呢 是现代生产方式的改变 比如说从这个十几世纪资本主义生产 人的就原子化了嘛 人就个体化了嘛 而且呢 这个人跟人之间呢 也有越多的 其实是对自己的生活要求越来越高了 你比方说有一个女士啊 她是客观原因 她跟她的老公两地分居 两地分居呢 时间长了之后呢 她就跟我讲 她说就是像我们这个40岁的人啊 她说其实我后来觉得开始还想掉到一块儿 后来她说我们都不想 就是这样就挺好 她说我告诉你什么啊 她说这个 现在呢 她一年 其实飞过来很容易 她说但是她每个月回来这么一个礼拜啊 实际我觉得很麻烦 因为你知道吗 我习惯了床是这么扑 我习惯了牙刷放在这儿 我习惯了每天早上 我可以这个穿着睡衣 或者穿着乱七八糟的东西 去厨房 自己随便弄个什么东西 或者今天不想吃早餐就不吃了 对吧 她说你真是老公来了呀 就是她说我发现我很别扭 就很麻烦 甚至觉得很不断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我有个朋友 她是长期就是做太空人的那种 就是自己呢 在北京打聘 然后全家人呢 在国外居住 那么后来呢 住久了之后呢 她家人包括她太太呢 就说哎呀 夫妻分开了快二十年 这总是不是太好 这个不如还是住在一起吧 又回来北京 大家要住一块 就住一块之后没多久 就容易生摩擦 那么而且是常常有时候 就有些小吵闹子们 你知道他们怎么解决 自己的吵闹问题吗 他们过去啊 夫妻常年分居 但是养成一个习惯 就每天通电话 每天通电话 二十年来长途电话 然后有时候还聊得挺长 而且很开心 就每天就夫妇感情 每天半小时电话 很快乐很满足 于是他们住在一块之后 每回闹矛盾 电话说电话说 各自找一个房间 打电话 然后现在他们住在家里 住一块 仍然保持着在家 互相通电话的习惯 两个房间是吧 对 我这是标本 你就这样 太太在那呢 不是到了晚上说 大嫂约这样 我们是用那个通讯讯那个软件 就说约吗 约看电影 约在客厅见面 然后好 我们家客厅 有那个形状长形的 把他压别 我们等一下约在会客厅 是吧 行我现在叫 三分 三分钟后 听上去过上了李嘉诚的生活 三分钟后 在客厅 我现在叫John去准备一下马车 我叫菲庸 准备咖啡 然后再在客厅见面 没有李刚说那种情况 当然很特别 分开二十年 坦白讲不同的人 所以我们说回现在的年轻人 我问很多年轻人学生 问他们 都听很多 都是说 以后交男朋友女朋友 娶老婆 家老公 最好是能够不经常一起住 能够独居 就像我们刚说的 就住得不远的地方 吴迪艾伦的电影 或者吴迪艾伦 几十年前就是这样 在曼哈顿 他有钱了 所以那是一种选择 而这种选择来越普遍 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理由 是什么 你不愿意付出 不愿意牵揍 因为我刚说了 独居许个好处 许个坏处 同居许个好处 许个坏处 那你那种共同的 相依为命也好 互相照顾也好 甚至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那很重要啊 就等于我们为什么要花钱买票去听演唱会 你在家里其实可以看到了 看到演出什么什么 可是我们希望跟我们的偶像 在同一个空间 同一个时间 存在那边 其实我们当我们谈爱的时候 就是这样啊 我希望跟这个人 在同一个空间 我们存在在那边 or do something 一起做一些事情 吃饭看电影 可是你们要付出的 你要牵揍的 你刷牙 还是我先刷牙 你洗碗 还是我洗碗 现在的二十来岁的人 基本上不愿意付出嘛 付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委屈 对了 而甚至不是牵揍 是委屈 你讲的 你看一军 我是六零后 你是九零后了 这是我自己能感觉到 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 我们希望女孩子 越来越有自己的这个自主意识 谁说女孩子就是要伺候男孩子 我第一个就不同意 对吧 咱先把这个理想师讲清楚 接下来就要说特男权的话了 我不是 但是我的确是真的发现了 你看 像我们六零后的吧 那个时候大学啊 班里的同学 谈恋爱的模式 往往都是说 谈恋爱上了吧 这女孩跑到我们男生宿舍 脏不及及的 一看就是爱自己男朋友 就给男朋友洗衣服去了 甚至把男朋友同宿舍的这几个男的 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 你是当女仆去了吗 他不是女仆 他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女孩子 就觉得你们男人就是不会生活的 女孩子呢是会生活的 弄得干干净净的 这个男孩子有面子 不管是什么吧 是这么一种生态 这种生态我要批判 这种生态我不主张 我不主张 但是呢 真是 我现在感觉到有人跟我说的是另一出 就说 现在谁照顾谁啊 都是儿子女儿 都是爸爸妈妈的金宝宝 你知道吗 现在的问题是 有一些吧 咱们就像留学生 他们最明显 说那个 比如说90后的 00后的 这个有些女孩 你见过他们那卧室吗 我最近见过一个 我能理解吗 你知道吗 跟核爆现场一样 我能够理解 那家伙 就是你知道 就是所以现在的男孩子也在转变 没谁觉得天经地义的 就是说谁该照顾谁的生活 甚至男的你得照顾女的生活 对不对 独生一代的事情 对不对 最近是 我是有一个 那个 有个女孩子 我在他们家住了一夜 然后她在跟我聊她 这个失恋的事情 我在想 就你们家的环境吧 恐怕还是得失恋下去 男孩子看了就想走 所以说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真的是 你看到就平等了 平等 而且呢 你会觉得平等了之后呢 独立也就出来了 或者就是 就用独立感 我给你看一个数字 就是你看 近十年内 你就知道这是个趋势啊 全球独居人口增加了33% 其实咱们中国现在 还算是比较传统的了 就这个比例在14% 但是我想说 它其实我觉得很 它为什么发生在中国 印度啊 这些你看到 它就是发展中国家 中产阶级人口 突然暴增了这些国家 没错 而且都是 对不对 就城乡差距比较大 对的 所以这个流动 变得很厉害 所以我想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独居现象 有时候要理解为 它不一定是一个 它不一定是那种说 我以后就打算独居 而是这是一个 现在此刻 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 就像义军 你刚才讲的 他从农村 比如说来 或者县城 或者一个三线城市 到了北上广 念书 工作 留下来 那他不独居 他能怎么样 那又为什么 现在流行青年公寓 跟共居呢 这种co-lifing呢 那是因为独居的成本 其实还是很高 在北上广 租房子很贵 所以几个年轻人 合伙租 就有这种情况 他对他就有的人际关系 其实全部被产断了 他要面临一种 新的人际关系 他又有点小心翼 他不可能来了 你就结婚买房 也不可能嘛 我最近跟一个 经济学家聊 他跟我看了一些数据 中国确实是 现在全世界 就是在过去大概20年当中 人口移动 最大规模 就是这种 流动性人口 城镇化 最大的一个国家 那么当中他就说到 你看中国其实南北 是有差异的 他说什么呢 就是说比如说在南方 上海浙江这一带呢 其实情况还好 比如说你是从外省市来的 你这种互漂 浙漂或者什么 因为上海 就是沿海这一带 它的这种中心城市 这个一线城市 会慢慢发展成一种 叫城市群 就是它这个城市的概念 在扩大 周边也会慢慢慢慢 出来一些卫星城 长三角 珠三角 就这样 而且呢 这种城市群 和核心地带的差异 其实越来越缩小 尤其现在有了这个物流以后 他们很多人就说 不愿意在这市中心待着 我要什么打个 就是我在网上 都可以定到 这个差异小 就是很多人离开家乡 来到这个大城市 住在斗市之中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里边也有小而美 和小而烂的区别 真的 我就觉得 你看我还是给你看照片 有一个女孩子 她租了一个三十平米的 三十多平米的 你看 这么大 刚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烂七八糟 香港人烂书挺大 然后你再看下边 就墙皮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你看 她坐下来 她用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吧 自己呢 自己把这个墙皮 烂墙皮啊 给油漆 粉刷 就是说哪怕在一个 小小陡市之中 生活也可以过得 有滋有味 而且呢 自己在小厨房 自己随便给自己 做点吃的 你看 几样小菜 就是她也可以 坐三十平米的 一个小房间里 她也可以 吃的